大家好,我是Mave,欢迎来到迷雾 2019年8月3日,这天是个星期六 一名死五岁的爱尔兰少女跟随家人来到马来西亚度假 没想到却在第二天早上离奇失踪 父母认为女儿一定是招人绑架 不过警方却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 案发当晚,全家人都睡在度假屋内 房子没有任何被人入侵的迹象 屋外也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足迹 15岁的少女仿佛是在睡梦中突然消失在房间内 令人难以置信 警方进行了10天的大规模收缩后 终于在森林深处找到了失踪的爱尔兰少女 令人心碎的是,少女被找到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女孩是怎么失踪的? 接下来为您讲述的是 疑点重重的爱尔兰少女来马度假失踪案 失踪的15岁爱尔兰少女名叫诺拉安妮奎林 她的母亲米奎林是爱尔兰人 而父亲塞巴斯蒂是法国人 诺拉在家中排行老大 下面还有一名12岁的妹妹以及一名8岁的弟弟 一家五口一直在英国伦敦生活 2019年8月正是孩子们的暑假 父母决定带着孩子们一起到国外旅行度假 他们选择了位于马来西亚深美兰州的生态度假村 德德顺顺 德德顺距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约60公里 是一家坐落在高山上的度假屋 气候非常凉爽 整个度假屋一共有三座无边游泳池 每一间住宿都有宽敞的阳台 浴室以及厨房 并且还提供烧烤设施 让游客可以一边烧烤一边欣赏山林美景 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旅游的度假省地 8月3日诺莱一家从伦敦坐飞机抵达吉隆坡机场 接着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计程车来到了路顺度假村 他们入住的是五人别墅 别墅分为上下两层 楼下是客厅及厨房 楼楼上有两间卧室 诺莱的父母住在一间房 而诺莱则和弟弟妹妹住另一间房 由于坐了十个小时的飞机有些疲惫 因此当天他们只是在度假村附近散步 晚上十点钟便准备入睡 打算养足精神第二天继续玩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个看起来美好的度假 竟成了他们一家的噩梦 时间来到隔天早上8点左右 父亲起身来到孩子们的房间时 发现诺莱不在房间里 他下楼找了一圈都没有看到诺莱的身影 这时他才发现客厅的窗户竟是残开着的 他记得昨晚睡前明明已将窗户关好 顿时间一阵不祥的预感 涌上心头 大女儿诺莱失踪了 早急的父母立马报警求助 他们认为诺莱一定是被人给绑架了 因为诺莱是一名特殊孩子 她患有全前脑机型疾病 大脑无法正常发育 虽然她的实际年龄有15岁 但智力却只有大约6岁的孩童 并且十分害羞怕生 对新鲜事物基本上不感兴趣 加上行走困难 因此不太有可能自己一个人歪出 警方接获报案立马赶到了现场 经过初步检查 房子没有入侵的迹象 大门完好 屋内也没有物品丢失 与诺莱睡在一起的弟弟和妹妹都表示 当晚睡着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 唯一的线索就是客厅那扇被打开的窗 只不过窗口外并没有任何脚印 如果有人从那扇窗进出 不太可能完全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诺莱仿佛是一夜间在屋内凭空消失 诺莱莱来马度假离奇失踪的消息 很快引起国际媒体关注 由于诺莱是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人 父亲又是法国人 这起案件同时引起英国爱尔兰以及法国的注意 并派出专员来马协助搜寻工作 马来西亚警方随即开启大规模的搜救行动 消防部队、民防部队、警圈部队、潜水员 当地拥有森林追踪技能的土著部落 就连登山客都自愿加入搜寻团队 从原本的白鱼人扩大至348人 并且配合直升机和无人机等设备 他们在度假村方圆6公里范围内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从森林到瀑布都搜索得十分仔细 另外由于诺拉是一名特殊孩子 警方担心诺拉会因为害怕搜救人员而刻意躲起来 因此还特意让诺拉的母亲录了一段呼唤诺拉的声音 然后再让搜救人员用喇叭在森林里面播 与此同时他们也借助民间信仰的力量 请来当地务师帮忙做法寻找诺拉 刻意就是毫无收获 在搜寻团队日夜努力寻找诺拉的同时 警方也在诺拉失踪的地方征集线索 首先是那扇被打开的窗户 诺拉的父母曾向度假村老板提过 窗户坏了无法从里面锁上 从外面可以轻而易举的打开 不过在窗户外面警方并没有发现脚印 警方在诺拉的房间成功提取四枚子纹 有一枚是属于诺拉母亲的 另外三枚子纹在进行了大范围的匹配后 并没有找到匹配的人 很可能是之前的游客留下的 度假村的老板 哈尼姆巴姆达吉表示 诺拉失踪的那晚并没有什么异常 如果有陌生人接近 他养的狗肯定会狂吠 但当晚狗狗一点动静都没有 度假村非常平静 另外老板承认诺拉所住的房子的窗户 确实可以从外面打开 但他无奈地表示 自从度假村建成11年来 从来没有遭遇有人闯入或偷窃事件 所以整个度假村也只有接待区有监控 当地村民表示 留意业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 他们多数都在度假村或村内工作 有的则成为登山客的向导 因此他们十分担心诺拉失踪会影响当地的声誉 诺拉的失踪让许多村民感到不解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失踪超过一个星期 而且还无迹可寻 住在当地已有56年的阿里表示 一般上失踪的都是登山客 有时候他们和团队分开了 不过都有被寻获 从来没有发生过像诺拉这样神秘消失的事件 基于这些线索 警方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刑事案件 但调查仍在进行中 对于这个发言 诺拉的父母表示不认同 他们坚定的认为孩子一定是被人绑架了 不过时隔多日都没有绑匪来收取赎金 更奇怪的是 就连警犬在这次搜救中也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警犬一离开度假村就失去了方向 显然并没有发现诺拉的气味 2019年8月13日 时间来到诺拉失踪的第10天 自愿加入搜寻团队的登山客在一处小溪附近 发现了一名疑似诺拉的女孩 该名女孩已没有呼吸 被发现时没有穿任何衣物和鞋子 以双手报仇的姿势躺在那里 自愿者们第一时间通知了警方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 并把女孩送往医院切人身份 同时也通知了诺拉的父母 诺拉的父母前往认识 证实该名女孩正是诺拉 认识报告显示 诺拉只是在手臂上看到了一些划痕和遇伤 生前没有遭受性情 身上也没有绳子的泪痕或被打的痕迹 指甲也异常的干净 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法医推断诺拉死亡的时间大约是4天前 死因是长期未进食和焦虑 导致12指肠溃疡 内出血滋滞 也就是说诺拉是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活活饿死的 根据法医的验尸结果 加上先前的所有线索 警方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诺拉是被绑架的 因此这并不是一起刑事案件 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意外事件 诺拉很有可能是自己爬出窗户 然后不小心误入森林 最后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饿死 但诺拉父母强烈反对警方的说法 他们坚信女儿就是被绑架的 原因是诺拉走路不方便 不可能是自己走远 然后误入森林失踪 但如果诺拉真的是被绑架 凶手却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也未免太心思缜密 太恐怖了吧 随着诺拉的遗体被发现 整起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疑点重重 不仅度假村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就连诺拉被遭到的小溪附近 也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脚印 诺拉被发现的地点距离度假村只有2.5公里 警方在这10天反复搜索 明明前几天才刚刚经过小溪 但当时并没有看到诺拉 然而几天后 诺拉竟突然离奇出现在小溪那里 如果真的是像诺拉父母所说的 诺拉是被人绑架 那么绑匪在复杂的森林里 带着诺拉在如此大规模的搜索队伍中 完美躲藏10天 然后再将诺拉引起在小溪旁 这样的做法既冒险又不合理 几乎不太可能 可如果诺拉并不是被绑架 那么又是谁把她放在小溪旁呢 诺拉的父母不停对外强调 女儿必须依靠助行器 否则无法行走超过20次 结果警方在诺拉失踪的几天后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 闭路电视录像发现 诺拉在机场自行推着行李箱行走 看起来并不像有行走困难的问题 而正因为父母这一口供 误导了警方一开始的搜救计划 警方原本在4到6平方公里处寻找诺拉 但在看了机场的录像 并得知诺拉的行走能力后 才将搜索范围扩展到20平方公里 为什么诺拉的父母要隐瞒警方 导致搜救队在前几天搜寻如果呢 随着越来越多的疑点出现 不少人纷纷猜测 这很可能是诺拉父母自导自演的失踪案 原因是因为诺拉的疾病成为了他们的负担 于是他们就给诺拉买好保险 然后再故意带三个孩子来马来西亚 这个靠近森林保护区的偏僻地方度假 目的就是因为这里好下手 如此一来他们不仅能摆脱负担 还能获得巨额的保险赔偿 不过这一切都只是网民们的猜测 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诺拉父母计划的谋杀案 最终法院给出结论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拍出了他杀自然死亡和自杀的可能性 诺拉是不幸死于意外 调查就此结束 虽然案件最终已死于不幸结案 但整起案件疑点重重 大多数人都无法相信 诺拉是自己不小心走进森林而失踪的 他们认为诺拉父母的嫌疑非常大 而有小部分人则认为是森林的千年精灵 把诺拉给带走的 这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一场意外 还是阴谋 又或是灵异事件 你们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将在每隔星期五晚上九点准时更新 我们下一期再见